旋律们体验服出个新墨沙 多重拾法 有点类似于觉醒之战0.5 主打一个靠运气 游戏的规则还是随机选择英雄 并且这次连技能也是随机的 这个模式就是在你使用的技能上随机乘以2或者3 并且召唤师技能变为了两个 拿公本的一技能大距离就是从一个波波变成了两个 虽然听起来没什么 但是玩起来是真的很快 你能体验到一个大招直接绝飞起来的感觉吗 是真的飞起来 听你那么说 你很有 来一下中路 一技能挡飞行物 喜欢飞是吧 来 那我看你 来个上路 遇到这种飞行物的英雄我又是兴奋的 大招绝起来 二地匠斩杀 直接拿下 还有个旅部队友 看起来有点想报仇 我们等一下技能 然后拿 换一个笔记来吗 操作小曲 直接起飞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英雄吧 属于是一夜回了解冠键 钻石就关了 提过三连 第一个 橘子 其实像这种有位移的都比较舒服 玩游戏最重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类似牌的 光备三连的技能 直接就让我拉满了 两个人要怎么样 我直接就在飞机会 让控网络 三线是什么 对不 也许打个礼拜 你就跳什么呀 先挂一道 三线皆大 直接打下 第二位 达伯 这个的快乐大家应该赌 一二二都是废物 主打是看大招 想赌 我先送你一场 然后再送你一场 恶心不恶心 我猜你们 强度其实不那么强 忍辱负重一种鱼 就等着压睡起来 对面刚复 又没状态了 喜欢打是吧 我直接一脚 一三半米莱迪 因为技能会实际出现二到三倍 所以咱们米莱迪的召唤兵力也是一样的 对面的塔根本没有活动 一分半 一塔 直接进 伤害其实也是够的 看起来是珠乎海 实际你敢追就送你回家 这旅客连大招都没有打 还敢追 先迂回一下 让他感觉能打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一个大招不张开 直接打下 这专丁大桥 确实恶心 打到一半 直接回家 既然满烟的 那我们就倒着回家 诶 看到这个精度缥缈 果然还要回来 卡住时间 这么着急走的话 哥们是弄你吧 最后一个是李白 说实话 感觉这模式李白跟崛起的认差 都是大招编了很多道街景 回忆相同的点 诶 咱们李白入瓜沙的 有点 不愿意 好吃让我再接见 我们下车的比较 还想 快去吃 喜欢 这 说 我们下级 我们下级